我們提到鼓勵大家去談戀愛 我想我就接下來談 很多人都去談戀愛 可是因為談不好 所以就遍體淋傷 其實愛理在心要口長開 好像說如果這個愛掛在嘴巴上 就不值錢了 那其實我們應該從小 不斷地把愛掛在嘴巴上 這自己覺得是挑戰的挑戰 後來他就滿目的 他一定要王子 對來的時候他就去這美女說 沒有啦我覺得就是 去來去看太多 中等自己 他們也跟說要帥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去 那種透過過顏色 也來上當告訴我 沒有一個怎麼樣 沒有問題過 但是真的不會 欸 我那一個 我那一個 談不談戀愛 分離精神健康有沒有關係呢 看起來我們分析的結果 是有關係的喔 怎麼說呢 您可以看到右邊 沒有談戀愛經驗這一組啊 我們把它整 不管是整體的精神健康 新生健康 個人健康 生活掌握 家庭健康等等呢 把它統計出來以後 您可以發現 跟有戀愛經驗的精神健康 指出這一組來看 都是會比較偏低喔 好像說 當一個女孩子 他從小就被父母親教導說 如果一個男生去對他表達善意 那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他一定是不懷善意 那麼如果一個男性對女性去表達善意 叫做不懷善意 那麼我們 如何能夠建立親密關係呢 那再加上我們的性別角色的部分 一定是要男性主動女性被動 那麼就會犧牲的一般啟動的機會 那我們整個的社會環境中間 根本沒有戀愛的環境 因為我們單獨的邀約會被認為是固定對象 戀愛就像我們社會上一般的觀念 它不是正式 就是我不能說因為戀愛 所以我能夠理解一個孩子一個學生 甚至一個職場上面的人說 我現在要這個放戀愛架 我可以請留職庭星來把我的戀愛搞好嗎 我想大家認為戀愛不是正式 所以以往的很多相關的心理問題 我們很少正式的去探討說 戀愛可以造成你精神上多大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所有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 不管是兩性的諮商專家老師們 或像我們在臨床上 都覺得戀愛是我們逃不掉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懂得怎麼建議戀愛 幾乎就搞不定病人的這些精神狀況 我希望我們還是可以呼籲大家一起來努力 改變那種刻板的性別的角色 讓男性女性都能夠比較跨界一點 覺得比較自在一點